脾胃虚腿发凉 肝肾虚膝盖凉 寒凌血于腿怕冷 中医教你着个鸡破 俗话说得好呢 脾胃虚腿发凉 肝肾虚膝盖凉 寒凌血于腿怕冷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今天就来给大家讲一下 这其中的道理 首先第一种就是我们的脾胃虚腿发凉 中医讲我们脾足我们的四肢肌肉 那我们的肌肉和四肢呢 都是需要依靠脾胤化的气血来乳氧的 如果说脾虚化身气血的能力下降呢 这个时候阳气就无法通过气血来温逊四肢了 就容易出现双腿发凉的现象 并且则会伴有食欲不振 大便吸糖 舌苔白亿等现象 像这种情况呢 就需要见脾胃虎脾腰了 其次呢是肝肾虚膝盖凉 这种通常也是有我们腿发凉的情况 只不过它的腿凉的位置呢 是在膝盖 中医讲肝主筋肾主骨 肝肾不足呢 筋骨就会不利 其一为我们筋之腐 阳虚则生内寒 寒气沁熄了膝盖 没有阳气的抵御 膝盖就会变得发凉 同时还会伴有记忆力的减退 尿瓶 咽尿瓶多等现象 针对这种情况就需要 滋补肝肾 温阳化气 最后就是寒领血鱼腿怕了 这种类型呢 与受寒有关 通常在下雨天或者天气凉的时候 表现出来 多是寒领血鱼导致的 筋糯淤堵 并且伸出舌头一看 舌至暗子 舌苔白腻 针对这种情况 需要输筋活络 须风散寒 不过提醒大家 中医看诊呢 讲究辩证论治 如果身体出现了 不舒服的地方呢 建议及时就医 在医生的辩证指导下 去用药 不可自诊治疗